2023年网路购物到底要刷什么卡 今天一一保你知 来看一下我们的网路购物神卡榜 我们依回馈%数高到低来做排名 最低的有玉山Uber卡有3%到最高中信Omic卡有9% 到底这些回馈要怎么拿 今天一一跟你说 排名解说玉山Uber卡 那这张卡片的亮点就是网购3% 请你一个月刷1万块 可以拿到300元的现金回馈 当期折抵账单 这就是它最大的亮点 其他的部分都不怎么样 它的使用攻略是 国内的网购通路 只要非实体过卡都会纳入网购 包含PC用Momo 虾皮 淘宝 线上订房跟高铁线上购票都算是 那甚至绑定行动支付的刷卡 或者是接口缴费也都算在里面 有兴趣的话可以扫码办卡 最简单 只要使用一化账单 就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了 国泰世华Cube卡 这张卡片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只要转换到玩数位 那么你在PC Home 虾皮 Momo 还有海外的Amazon 淘宝 天猫 都是有3%的点数回馈无上限 提醒你 一定要做权益转换 才能够享有该权益加码 如果没有的话 只剩下0.3% 那就差很多了 有兴趣的话 这边可以直接扫码办卡 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电子账单就免年费 包含你手上有的是Cube无线卡 一样也是免年费的 下一张要分享的是 美国运通的信用白金卡 这个信用白金卡虽然年费要8500 可是它的福利一点也不差 像这张卡片 每个礼拜五 只要在PC Home 或者是Momo 刷2000块 就可以拿到100块刷卡金 每一个结账周期可以拿两次 所以每个月固定都会有200刷卡金入账 包含卡片的原始的积分 一样会照给 这张卡片虽然年费有点贵 但是把它的权益用好用完 基本上都是会回本的 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 可以扫码办卡 从1月1号到12月31号 每个月都可以让你拿200 一整年拿下来就是拿2400 非常不错 年收50万以上就可以申请了 提醒你年费不可以减免 所以你要办的话 请你一定要想清楚 下一张 美国运通千账白金卡 千账白金卡的年费更贵 36800 但是它所享有的福利 也比信用白金卡还要好 怎么说呢 你这张卡片一样 礼拜五可以在Momo 或者是PC Home 刷2000块钱 可以拿100刷卡金 原始的刷卡积分 一样拿得到 一个月有四个礼拜五 四个礼拜五都刷好刷满 你可以拿到400回馈 如果一整年通通都拿好拿满 那你最多可以拿到4800元的刷卡回馈金 只要你的年收入在150万以上呢 就可以申请下来了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可以扫QR Code来申请 如果大白跟小白你都办不下来 那至少这张快乐信用卡应该办得下来吧 这只要年收22万以上的人 就一定办得下来了 但是呢 它的5%回馈呢 有限定每个月需要做登录 你必须要有登到活动 再来刷才能够拿到这个100的刷卡金 所以这个就比较辛苦一点了 你可以在某某购物网 PC用线上购物中心 还有虾皮购物网 都可以参加这个刷2000拿100的活动 远东快乐信用卡的蓝色卡面 不是用此活动 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这张卡片呢 首年免年费 年刷12笔以上就想次年免年费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有QR Code 可以直接扫码上车 推荐第四名是SNY信用卡 这张卡片在2023年的全宇略有更动 国内网购的部分呢 一样是有5%回馈 每个月上线呢 可以刷6000块拿300刷卡进 但是海外网购的部分拿掉了 所以呢 你如果要刷海外的话呢 一样就是只能够刷个6000块 那就是拿到300回馈 并且要再扣除1.5%的交易手续 之前有人会把它绑定在行动支付里面 当做是网购 但是这一次呢 他把行动支付给剔除了 所以如果你是绑定行动支付 那就算是行动支付的10%回馈 而不是网购的5%回馈 这一次呢 一定要把分期零利率的功能呢 给取消掉 不然的话呢 你只要一分期 你就拿不到刷卡回馈金了 所以提醒你赶快打电话给银行 要求取消分期零利率这个服务 那么你以后刷卡的钱呢 就可以直接拿到现金回馈啦 如果你要申办SNY信用卡 请你要先开户 这边有个QR Code 请你先扫码开户 开完户之后呢 才能够在线上申请信用卡 现在SNY数位账户开户 有送300元吉祥券 提醒你一定要先跟团开户 开完户之后呢 也要下载他的APP 然后登录一次 并且拿这张SNY信用卡刷一笔 你才拿得到300元的回馈 第三名是Momo联名卡 Momo联名卡呢 它有一个很无脑很好用的一点 就是只要在Momo购物网刷卡 直接就是5%mobi回馈无上限 非常适合需要大额采购 不想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抢登录啊 干嘛的 直接用这张卡片呢 无脑杀最简单 活动期间呢 是1月1号到3月31号 是否会延续呢 我们第二季会跟大家持续的更新哦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可以直接扫QR GO申请 最简单 那免年费门槛一点都不困难 只要申请电子账单 而且不寄送实体账单 就直接免年费了 那个mobi呢 有一年的使用消息 所以请你在下一次消费的时候 就把他的mobi抵光光 推荐第二名 永丰Sport卡 这个后华的卡面呢 是限量款的 请你一定要在5月31号前申请 之后的话呢 他就结束合约 就不会再让你申请了 所以这个呢 是难得的限量款 请你要赶快入手哦 一般1% 封点回馈无上限 那如果你有运动 比如说你用Apple Watch 每个月呢 有7000卡路里的消耗 或者是Apple Watch的圆圈 有划10次 你就符合资格 那你就可以拿到 每个月加码2%的运动回馈 那每个月呢 可以拿到的是100点 指定通路加码 比如说用Google Pay跟Apple Pay 可以感应支付的通路呢 直接就是有5%加码 这真的非常的好用 那每个月可以拿300 所以回推起来 每个月呢刷5000块以内 有8%封点可以拿 对于我来讲 它就是我的Apple Pay省卡 绑定之后呢 每个月有固定运动的习惯 我每个月呢 都可以累积到7000卡路里 不用做偷吃步 你一样可以做到 只要有手表 然后有运动数据传进去 应该符合资格 注册跟下载汗水不白流的App 然后每周呢 上传运动数据 这样子呢 就符合资格了 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只要电子账单就免年费了 所以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扫码办卡 来看一下 就是一般的1%中性点 回馈无上限 再加上加码的7%中性点 那每个人每个月 只能够拿到500点 超过就没有了 那再加码1%的PB 每个人每个月 可以拿到250点 但是呢 如果你做一个 最大值的计算 就是一个月刷7142元 先除值再消费 那你就可以拿到 571点的中性点 再加上71的PB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可以直接扫码申请 它的年费呢 就是电子账单免年费啦 有兴趣的话呢 就是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你有跟团办卡 也别忘了 扫QR Code来回报领奖哦 来最后结论哦 这边呢 我跟大家分享几个不错的 中性欧命卡 永丰Sports卡 富邦某某卡 那华南SNY卡 或者是美国运通的千账百金卡 跟Cube卡 都是我个人觉得很不错的 如果你每一张卡片 都要刷好刷满 那我跟你讲 你每个月的薪水 全部都出去了 根本就存不下钱 所以呢 一定是要把钱 花在刀口上 确定有需要再消费 而不是为了要把这些回馈 拿好拿满 而去胡乱刷卡 这样子的话呢 是绝对没有办法 财务自由的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 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透过信用卡 网购审权的秘诀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